艷阳高照 中秋连续假期结束 好天气也收假了 接下来有台风和东北风的来袭 原本第15号台风电母已经进入中南半岛 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至于台湾东南方海域第16号台风蒲公英 可能成为强台对台湾会有影响吗 进一步的减弱 已经在上午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而今年的第16号台风 目前在台湾的东南东方 大概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以北方向的前方向前进 台湾是并不会太近的 因此对于台湾的影响上几率是非常小的 虽然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24号白天起入秋 首播东北风逐渐增强带来雨势 礼拜五礼拜六今天明天 在东北风的影响底下 在基隆北海岸宜兰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花东跟大海北地区 所以可能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出现 那在桃园以南地区的话 则不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微弱东北风24号到27号 迎风面宜花东地区局部降雨 温度北台湾东半部地区33到34度 西半部闷热的天气形态34到35度 28号到30号受到高压影响的关系 全台高温来到35到36度 这几天得注意午后降雨 民众要多加留意了